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世界的目光也随之聚焦北京 一带一路倡议再次成为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 英国卫报17号称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所持项目几乎遍布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改造本国基础设施的机会 同时避免了西方资金附加的僵硬条件 富裕国家看到了翻新老化设施 并促进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的机会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16号 以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重塑事件 这是一件好事为题发表评论文章称 有必要指出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缘政治影响 对人类基本面产生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天才的 中国正在构建一个坚步可摧的经济增长网络 对当今的单级霸主美国发起冲击 文章称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西方主导的替代方案 允许他们做出选择 这就是重点 对于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台湾媒体也高度关注 包括台湾中天新闻台 TVBS电视台等多家台媒 纷纷对开幕式进行了转播 台湾东森新闻云和联合报也及时更新开幕式最新消息 台湾中国时报更在18号一早 以一带一路台下十年工为题发表评论文章 细数十年来中国的发展 指出一带一路从愿景变为辉煌的成就 令世人尤其是发达国家刮目相看 报道称 一带一路已成为一个国际合作平台 迄今全球有150多个国家 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与共建国家形成了3000多个普惠中国的合作项目 拉动了近万亿美元的投资 并让约4000万人摆脱贫困 一带一路更是一个面向健康绿色 数位创新等领域的共建合作 中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加强数位私仇支度的建设 与43个国家签署了5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定 并与30多个共建国家签署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我们下期见